十个学生前年12月在九龙湾得复广场示威 其中六个人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 四人罪名不成 案件在官堂裁判法院审理 被告是15至23岁的男学生 分别被控非法集结同习警罪 裁判官裁决的时候说 当日涉案人士占用商场通道 对警员叫囂和指骂 虽然不涉及暴力行为 但是口号超越欲骂界线 其中被告墨子熙 和另外两个16岁学生 手持同款公仔 显示他们有共同目的集结 至于早前承认习警罪的杨洁朗 裁判官说 案发是他没有出现在示威人群中 依着装粗也和其他人不同 不能排除只是臭热闹 裁定他非法集结罪名不成立